你不懂是谁的 刚刚我在买这东西的同时 我发现到一些回忆 就是这个bag 那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一个我们全部都去做一样的 总共好像买8个还是7个 然后这个是我们那时候的口头餐 笑诶 所以我们就把它 印在这个bag上面 然后这三个不懂是谁的 不懂是谁的 应该有其中一个是我的 唉有时候搬家的时候 收拾一些以前旧的东西 就有很多回忆会涌现出来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 ok 现在是 不懂第几天的早上啊 那总之今天早上6点的时候 Banny他们就已经搬走了 然后我现在才睡醒不久 对 所以你们就可以看到这边已经空了 这边原本有一个沙发 然后空了 这些箱子是我们等一下要找我们的东西 然后 Banny的房间 登登 空了 我已经见证过这间房间空两次了 因为第一次的时候是 安森他搬走嘛 然后再到Banny他们搬走 然后今天是星期六 后天星期一的时候 就到我跟Cherry搬 然后阿旺小平他们就等5月3号 因为他们的罗里安排在5月3号才能进行搬运的工作 所以今天我跟Cherry就是要收拾我们的东西 一定要back完 然后明天我们就会去跟Owner拿锁食 拿锁食过后天我们就需要搬过去了 然后这个是Dickson的房间 Dickson的房间还剩下一点点东西 因为这些东西他是要拿回他自己的旧家的 他已经把他一些东西搬去新家了 然后下面的话叻 也是空到七七八八了 剩下的都是我们的东西 还有小明他们的东西 哈哈空啦 然后一如既往的乱七八张 看他还可以翘脚在那边打那个Nintendo So 这三箱叻是我们DCMB的一副 新款的一副 大家可以尽情期待一下 然后这三 这三箱是 哦 空盒子 然后这些也是我们DCMB的衣服 所以有123 456 总共有6箱DCMB的衣服 大家可以尽情期待一下 这一批的款式真的是 nice 现在我们来到 阿旺跟Jasmine曾经的 安乐我 哈哈哈 OK 阿旺现在也是把东西back到七七八八了 哇 哇 诶 这些还没有rap起来的东西是什么 没有要带走 哦 哇 是哦 七七八八了 全部可以直接上楼 这间家阿旺也才住差不多半年这样子吧 合约是一年嘛 可是差不多住半年 所以 很麻烦哦这些东西 才刚刚安顿下来 然后又要搬了 哈哈哈 看一下上面什么情况 哇 沙发 哇 这一间是阿旺曾经的gaming room 这个东西还在那边 十八仙啊 所以现在只剩下这些 插通 这个也要少说也要紧实开一开 这个流言无足了 OK 所以 大致上就这样了 我们来看一下master room master room剩下什么 哇 空了哦 空了 大家还记得这一间厕所吗 这一间厕所是那时候我躲在阿旺厕所 我跟小明两个人躲在阿旺厕所的时候 啊 啊 啊 就在这边 然后在那边这样子头盔阿旺 这样子 我还想到我那时候在这边开箱他的房间 好 结果现在就会有人 各位 现在是凌晨 三点四十七分 然后呢 可以看到我的身后 已经空啦 这边呢 原本 之前你们都知道是放什么的咯 现在已经空了 然后 这些东西也已经大爆起来 然后这个床架跟床呢 我们是没有打算要带走的 所以就会 呃 放在这边咯 然后 小姐 累吧 哎呀 死的 从九点到现在 对 我们从七点开始收拾 然后八点出去吃个晚餐 九点回来再继续收拾 到现在三点四十多 呃 当中啊四点了 就已经是凌晨四点了 给你们看一下外面了 哇 哇 看到吗 这些都是我们的东西 杂物啊 我是有做迷茫起来 杂物啊 然后 这些 衣服啊 然后 这一箱是 Oni的东西 还有这些是 拍照的道具 所以还有很多很多 然后三个行李箱 两个吉他 哈 然后 搬家最重要的就是 断舍离 所以有一些东西 我们也已经是 丢掉了啦 就是 我眼前的这一堆 哈哈 丢了很多包很多包 不要的垃圾 全部已经丢掉完了 so 现在是 星期 因为过了十二点嘛 所以现在就已经是 星期日了 然后我们等一下 睡一觉醒来之后呢 我们就要去跟 Oni拿收拾 拿收拾之后 星期一 我们早上九点 就要搬去新家啦 ok 今天呢 我们就来到了 这个 Mid Valley Mall 我们刚刚呢 已经去我们的家那边 跟Oni拿了首饰 然后拿了首饰 然后拿了首饰过后呢 我们现在就来这边逛逛街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家里需要的一些电器 然后我们就来到了 这个 智能的家具店 因为我们打算 我们的家是全部走智能的 所以我们就来这边看看 有什么 那些电器啊 一些家具可以买 然后Cherry呢 他就看到这个 微波炉 因为他非常的兴奋 他就是在找这个 颜值高的微波炉 然后这个就很简单喔 然后全摆了 因为他是打算 要走 就我们家的颜值 要走白色 还有奶茶色系 就这两个色系 所以 他在找微波炉 他就 因为通常那种微波炉 都是那种 银色啊 或者是深灰色 这种颜色的主体 可是 他现在终于找到他喜欢的白色 而且是全白 而且很干净 哈哈 这个他这边会有 那个 monitor 了 就开电过后 开电过后 它这边有 monitor 然后你可以调控 手就是这样子 然后 还有买这架电视机 这个电视机是65寸的 就是我们在家可以看Netflix 这样子的东西咯 这个电视机 哇 好大架 看到吗 我的手掌在这边 爆 这样大 哈哈 65寸电视机 best OK Everybody 你们知道我现在在的地方在哪里吗 看到吗 我后面两边墙壁 因为我要搞一下神秘感 刚刚叻 我们就已经买了一些 电器 然后现在叻 然后现在叻 现在叻 现在叻我们就会到来 我跟Cherry两个人 接下来的 underwall 然后 现在是有点空啦 现在你们所看到的这些家具叻 都是 都是owner的 然后我们也会把这些家具 就是叫Lolly 再回给owner 然后我们打算自己重新 买过一些家具 然后重新布置 先给你们看一下 before啊 现在还没有布置之前啊 Cherry啦 OK 这个就是 我跟Cherry接下来的 暗乐wall 先给你们从那边看起啦 OK 首先这个是 门口进来咯 然后这边有一个出房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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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难听一点讲就是 蛤 蛤 OK继续 我们这边我们开 然后 这边就 小小一个空间 然后放洗衣机 然后这边呢 还有一个 呃 储藏室啦 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个样子叻 是他原装 原本的样子 然后这边呢 之后叻 我们就会做一个 mini bar 就是一个 酒吧 呃 酒吧台 会做一个酒吧台 然后这些 这些都是owner的驾驶 过我们要还给他 给他们看外面啊 OK OK 所以这边呢 外面就是 OK 这边有一片夜景咯 然后 阿旺叻 他们就住在对面 他们在楼下那边 那个是 阿旺小明 还有 Charles他们住楼下 然后 Benny他们住的叻 就在 那一边 那边还有建筑看到吗 他们是在block 不一样的block 可是我们是同一个 然后 然后现在给你们看看里面 首先 这边客厅走进来 这边一条走廊 然后 这一个类是 厕所 哈哈 厕所 然后 这个就是客人来的时候 都是用这个厕所咯 然后 这一个 有一间房间 这房间是 不会大 可是回忆很大 哈哈哈 OK 这间房间呢 之后我们会做一个 就是 wardrope 这样子啦 就是我跟Cherry的所有的衣服 都会放到 在这边的房间 然后 我们也没有打算 买衣橱啦 就是 我们会做一些衣服的架子 然后这边整排都是挂衣服 然后 这边是整排都是挂衣服 然后 地上的话 就铺一个地塔 然后 放一个全神经 然后布置一下啦 过后 你们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之后完成之后呢 我可以再拍个video 给你们看啦 然后 这边对面的话 叻 就也是有一间房间 OK 这边有一个 雙人床 然后 还有一个衣橱啦 这些都是 owner的 原本的家 原本的家具 所以这边对一个窗口叻 就是可以看一下夜景咯 是有点暗啊 OK 夜景在很远 那边 OK 房间看完了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主人房 主人房 就是这一边走进来 OK 然后 厕所咯 这个厕所跟我们烧炮其实是差不多一样 只是它小了一点 一样有一个门咯 然后 这边过后放镜子咯 所以 OK 主人房 也 不会很大啦 但是如果讲空多的话来讲 我觉得这边的空间算是OK的 所以 你们大致上看到的就是这样子 然后现在你们看的这个样子呢 是还没有布置的 所以 然后 等我们布置完成之后呢 我们会再拍一个room tour 给你们看 敬请期待哦 OK 终于到了搬家的一天 然后 现在的时间有点早 然后你们看我的样子 就知道我是刚睡醒了 就是 连来是处于种种这样子的状态 so 现在就是等 罗里过来 现在是9点21分 罗里他们家9点半左右会抵达 因为路上有点塞车 所以 就等他们过来 然后 就要把这些所有的东西 上罗里 还有 这些东西 这个是大镜子 然后还有这一个厨 这个厨 还没有wrap起来 等一下就给他们 帮我们wrap吧 然后这个双人窗呢 我们是没有打算要带走的 双人窗没有打算要带走 因为我们是要卖掉的 然后 还有 这边有个小沙发 这个沙发还是要带去的